歡迎收看全民大新聞 歡迎收看全民大新聞 我是主持人台灣的LBJ劉寶傑 馬上來歡迎我們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組是我們新上海灘的 三位主要人物 許文強 丁麗 還有房葉雲 對 四首 龍裡分敗正分首彼 青年光三昂 龍裡彈 阿蘇搖搖搖搖 大家好 我這是新上海灘裡面最大咖的 魁文雄 那個人沒來 所以說不會糾正我們 既然... 我是丁拉 我還以為末日到了 沒有機會唱我的主題曲 為各位帶來我的主題曲 我看到面容風霜 多麼慈祥 叮叮噹 叮叮噹 鈴聲多善良 調味我們帶來希望多加息 洋洋 可以說是亂透了 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了 人家重點不是你 到一邊去 重點是這一位 請問您是 我是新上海灘的 第一交際花方彥雲 對的 這個劇情大家都很清楚 我跟她是兄弟 但是後來反目成仇 那這一咖呢 大學同學 她很煞我 但是我就始終不接受她 就是不接受 再怎麼樣都不接受 不接受她的 好亂啊 對 就是說 有人說這個 新上海灘是非常好看的 什麼時間會演呢 每週一到每週 晚上7點到9點 39台中天娛樂 要準時收看 新上海灘讚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次主人馬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購物專家加廠方的代表 是施榮加阿全 購物有禮 下庭無罪 其實呢 那個世界末日來不來 跟我們來講一直都不重要 來要Shopping 沒來更要Shopping 是不是 那旁邊這位 他不是豆豆先生 他就是我們的阿全 是的 我就是永遠的廠商代表阿全 是的 我們待會兒再跟大家聊一聊 那個世界末日前後 要買什麼東西才對呢 謝謝大家 是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接下來介紹的是 綜藝鬼才沈玉琳先生 大家好 我是水氣無魚 嘴見無敵的綜藝鬼才沈玉琳 看吧 很多事情 都是大家以而傳而之後 產生的一些恐懼感 從今天開始 我要開始面對我滿滿的通告 滿滿的所有的SKJ都排得滿滿 因為我要繼續開始搶錢了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介紹是年代的主播張亞晴小姐 是 我就是最專業 最獨家最優秀的主播張亞晴 是 亞晴又來了 恭喜大家今天不是世界末日 而是更崭新的一天了 也謝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支持跟厚愛 因為亞晴在友台的年代晚報 收視率是全台灣最高的 你有沒有看到 潔潔的高升的 最主要感謝的是兩位恩人 第一位就是 郭子澄 郭哥了 由於跟他一起播報全民大新聞 讓我的人氣是不斷的高漲 再來一位是 台志願先生了 由於他的媽媽主播 讓我在中南部多了很多婆婆媽媽的粉絲 好 那今天很開心又來到全民大新聞 待會兒會為大家報什麼新聞 請大家期待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郭子澄對他沒有什麼幫助 是他自己造孽 因為他當上主播之後 攝影棚就燒掉了 害了我們現在一個禮拜 只能播四天 張亞晴主播你要好自為之 八字可能不是很合 接下來 我們聖誕節前戲 聽說我們聖誕老公公提嫌來報喜了 聖誕老公公加迷路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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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那這個禮物送你 我把它拆開 好 開開開 聖誕節快樂 我是聖誕老公公 大家聖誕節快樂 老公公 你在幹什麼 迷路同學 他叫拆禮物 是他 聖誕節要到了 怎麼可以拆禮物 趕快把它收好 收好 下禮拜二就是聖誕節 我們要去送禮物給大家 主持人 我們先去送禮物囉 好 趕快去收 聖誕節快樂 以後他們在現場 他們也不會給我們禮物 好 那麼今天是12月21日 歷史上是什麼樣的一個日子呢 沒有錯 在距離現在2000多年前的 瑪雅立法上面所說的 2012 12月21日 也就是今天 也就是世界末日來臨了 那有人說 這可能是一個開玩笑的話 但是瑪雅的立法一向精準 有沒有可能是以而傳而呢 還是說 這是商人用末日預言 來當作一個賺錢的噱頭呢 亦或是他跟這個消失的亞特蘭提斯 有關聯呢 亞特蘭提斯跟竹春炒肉絲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可以吃的一個是不能吃的 不過以目前的時間來算的話 今天下午2點鐘 墨西哥人算的這個算法的話 下午2點鐘 世界末日已經過了 似乎這個謠言已經不攻自破了 好的 那我們來看看 聽聽看這個孔爺跟姬妹 一起來說說看這樣的一個預言 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 孔爺 姬妹 上來鞠躬 歷史上的今天發生什麼事呢 傳說中歷史上的今天 2012年12月21號是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還有很多話沒有跟我的親人說呢 快逃啊 回來了 世界末日下午2點就已經過了 過了 那你要早說嘛 是不是 對 姬妹 我問你啊 如果說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話 你會跟你的男朋友說 分手吧 她跟你的好姐妹說 我好討厭你 她跟你暗戀的對象說 我愛你 原來你會跟暗戀的對象說 我愛你啊 我們同事這麼久了 你想對我說什麼呢 我很討厭你 原來咱們也是好姐妹啊 這樣也不錯啦 不要開玩笑了你 說到開玩笑的話 我一個世界末日的玩笑 美國的領導人 中共的領導人 還有台灣的領導人 在世界末日前一天 他們相聚了 那美國的領導人就說了 我來不及 稱霸世界了 那中共的領導人也說了 我來不及 把台灣給統一了 那台灣的說什麼呢 台灣的領導人說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話 那郵電雙掌 人家就不會丟我拖鞋了 這太好笑了 不好笑 開玩笑嘛 讓大家心情輕鬆一下 不過傳說中的世界末日 是因為瑪雅的立法 其實瑪雅立法 根本就不是這麼算的 因為它是一個 新的週期的開始 就像那個汽車的里程表一樣 到了一定的里程 它又回歸到開始的時候 所以根本就沒有世界末日 了解 了解了 你剛說沒有世界末日 今天你有看到 雨時下來嗎 沒有啊 沒有看到 那你有看到時機倒轉嗎 沒有啊 那你有看到地球沒了引力嗎 地心引力 我試試看啊 有欸 有地心引力 有了引力對不對 那好 既然沒有世界末日 你就給我們大夥做個結論 那沒問題 聽了 打竹板的小年天 世界末日草翻天 瑪雅人啊 搞預言 地球毀滅好可憐 大洪水啊 大地震 五星連線不是真 道不如都不管 放開心胸 談戀愛啊 談戀愛 欸 雞妹 王老五 你也不幫我介紹一個女朋友 我剛說談戀愛開心得不得了的 我還不想推人一種 推你 桶妍 雞妹 下台鞠躬 鞠躬 送了 送了 送啊 送了